澎湖居到浮原外頭 圍上了一整面的帆布牆 上面還畫了24校的彩繪插畫 中間還有目感支撐 只是仔細看其中賣神丈夫的途中 竟然出現簡體字 不只民眾覺得傻眼 議員跟抓包上面的插圖 是從中國免費的網站下載的 我在網路抓下來這個都免費了 他有下載 免費下載 議員氣到拍桌 只能這個設計會被澎湖人嘲笑 因為這個帆布牆192萬的經費中 有31萬是版權費以及設計費 面相上網一查 就會找到一模一樣的圖案 連簡體字都原封不動 複製貼上 在111年就設計規劃完成 然後就委託來公務處來畫包施工 是這樣的 程序上就是這樣 沒有啦 我進來講 民政處解釋設計規劃是上任的處長核准通過 但反被議員開槍難道都不用監督嗎 加上澎湖風大 帆布牆沒有打動 只要牆風一吹就容易壞掉 對此民政局討論要來加裝強化玻璃帷幕 只是花了將近兩百萬的經費 達到複製貼上的帆布牆 工程品持及設計卻差強人意 三連線溫婉與黃順傑 朋友常常報導 雙方薩 有一朝的士髮 偕紙 偕紙